哎呀欢迎我们同学进入直播间当中啊 我们开始上课了 如果声音都ok的话 我们就刷一个小数字 就开始今天我们第六节课 行真不现的编排构成 嗯来我刷一个啊 要要要 我有问题行 那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啊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这个线的编排构成 还有就是线的作用以及线的应用啊 这个是我们点线面当中的这个线元素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也就是线的编排构成 线条 那我们要说到线的话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会想到毛线 生活当中的这种绳子 还有什么呢 树枝 马路 还有什么呢 天空上的那个飞机线 对吧 飞机拉线 它都是属于我们这个线的一些元素 对不对啊 啊 还有还有什么呢 那这些线条的话 它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也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它有长的有短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们在一个海报当中 或者是一个画面当中呢 我们这个线的元素呢 也是必不可笑的 那么看一下线的编排构成 它分为哪些啊 首先这个线呢 它可以分为这个实线 虚线 空间 视觉 流动线 或者是人们对线的一个概念 都仅仅停留在版面中的一个形态啊 明确的线 对空间的这个视觉流动线呢 则忽略啊 首先这个线呢 你可以整体 把它往这儿去分 这个是一个图片 首先我们这个形态明确的线呢 有这种实线和虚线 就这种小虚线啊 就这种的 这个边框上的这个的是形态比较明确的 那空间的虚线呢 就是视觉流程线 也就是说它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它不是连贯的 而是一个空间上的那么一个虚线啊 这叫流程线啊 视觉流程线 然后呢 我们这个线呢 还可以分为曲线和直线 曲线的话就是有弧线啊 辉旋线或者是这个水平线啊 这是我们的一些曲线啊 还有我们这个直线啊 垂直的以及斜的轻轻斜的对不对啊 这是曲线和直线啊 那这个线呢 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这种变化 有粗细的变化 有方向不同的这种变化 还有长短的这个变化 对不对 这是它的一些变化啊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线条应该的搞清楚了 对吧 有这种虚实线 还有流程线 以及曲线直线 还有它的方向不同 粗细不同 长短不同 那我们把它这些特点掌握之后呢 在我们进行一个海报的制作的时候 那我们在应用线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从理论当中呢 去提取它的某部分内容啊 我想让它有一个长短的变化 对吧 或者是我想让它有一个粗细的变化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应用这些啊 线条的一个构成形态去给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线的一个编排构成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条 它具体的一个应用 首先当前这个画面和这个的话 它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这叫点线面构成当中的线的构成 也就是在一个画面当中 那当前左边这个线的话 它都非常的密集啊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直线和曲线 对不对 背景是直的 然后有这个形体的地方呢 它就会变成一条曲线 所以说它是一个直线和曲线构成的这么一个画面 而且呢 它是有一个视觉空间在里边的 它构成了一个人物的身体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虚实线啊 它的一个 不是啊 就是曲线和直线构成的一个效果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呢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空间上的构成 它属于疏密当中的啊 疏密的一个空间 背景上这些小叶子呢 它是那种密集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中间这个地方是镂空的 所以说它比较宽松 然后只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外部轮廓啊 所以说它的形态是明确的这种线条 实现对不对啊 非常的明确啊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这种疏密相关的这种关系在里边啊 就是节奏感 那这个是线条 还有像我们生活当中 见到的一些风景 以及我们吃的一些食品包装啊 小酸奶盒 对不对 那像这个风景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的线是哪呢 啊 就是我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说的那些 对吧 飞机拉线 什么树的一个线条 建筑的一些线条 以及这个人物 它都在画面当中 可以当成是一个线元素 而且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啊 它的线呢 其实是一种透视线的存在 透视线的话它会有一个灭点 也就是消失点 它会引导我们从 呃最前方看向它的这个 终点 对吧 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引导作用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线 那这个线呢 它 不是具体的 也就是不是具体的 它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空间的一个虚线 空间的虚线的话 就相当于是啥呢 相当于 哎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条线的 对吧 但是它不是连续的 哎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空间的线啊 空间引导线 算是一条引导线 然后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外部轮廓的这种线条 实现 它有直线也有曲线 对吧 那通过这些线条的一个元素呢 那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实物的一个主体 或者是构成一个有空间感 有立体效果的这么一个产品图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结构线啊 它是非常实的 像这种透视线呢 可以是一个稍微偏虚一点的空间线啊 然后还有这些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画那个素描也好 或者是画一些速写的时候啊 画过速写的同学应该会明白啊 就是你的线条应用虚实相间 那你的这个画面呢 画出来的效果是松紧有致的 或者是节奏感就会很强烈 对吧 就不会显得特别的呆板 所以说我们这个线条在绘制你的形态 外部轮廓的时候 可以让它虚的虚一些实的地方实一点 对不对 这个该虚的就虚 该实的就是实 这这些地方都是偏虚的 看到没有 这儿它断开了一点 对吧 这个线条 隐隐约约是能够看到一些偏虚的那种效果的 那这个人物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实际的这种人物对不对 那这个人物 其实你在描绘它的时候 它也是 它也是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外部轮廓的 而且这个线条呢 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我们在人的身体当中啊 发现的这种结构线 对不对 这是线条啊 虚实 虚实 它会让你的画面 看起来就更加的灵动一些 不会显得特别的呆板 也就是强弱的一个对比 那这个海报当中呢 也就是我们构成的一些招贴海报啊 招贴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海报 有那种人物招贴 或者是 其他的风景的一个招贴 对吧 海报 海报的一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水啊 它怎么去体现水呢 它就是用一些小线条曲线 对不对 朝着一个方向弯曲 它并不是很 怎么说呢 并不是很规矩 有的甚至这个线条呢 都交叉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线条呢 它带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流水的感觉 高山流水 水往低处走 对吧 人不是不是 对对对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就这样啊 它会有一个向下流动的这种效果 包括我们这个水字 对吧 它是一种毛笔 毛笔字体 那它在写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弯曲的这种感觉 它也是线条组成的 它也会有那种水的一种流动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其实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小线条 一个点一个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虚线 对吧 就是点动呈现吧 线条 然后这个是可以当成是一个点元素 还有右边这个 这个的话 它也是由线条构成的一个海报啊 它是这个颜料 颜料 它这个一个管的颜色呢 都不一样 那它呢 是通过这个挤出来的颜料呢 构成了一条一条的这种线条 每一条的这个线条的形态呢 都不一样 说明我这个颜料 它的颜色也好 形态也好 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那它就是用这种弯曲的 或者是直的这种线条 构成了这么一个海报 那我们在进行构成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你给它做一把刷子的海报 对吧 我这给它整一把刷子 那这把刷子 我要怎么体现它刷的效果特别好呢 那你就给它刷一刷一个颜色嘛 就刷一个那种大的色块 这不就是一个线条吗 对不对 这里边都是颜色啊 给它涂满 涂满之后 哎 刷出来一条线条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线元素啊 可以结合你的产品去 搭配着我们这个线条呢 去构成一个海报 好吧 然后这个是线条 还有呢 像这种 这个的话 它是线条构成的一种包装设计 那这个包装设计的话 我当前呢 就不给大家说 这是什么产品 你可以猜一猜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就从这个 罐包装上来看 首先我想到的是茶叶 因为小的时候 那个茶叶的罐啊 就是长时间不喝它 然后那里边呢 就很容易生锈 或者是啥的 就是特别 我年纪比较大啊 因为我那个小时候 那个茶叶 它确实是容易生锈的 不会像现在这个产品包装啊 它包装的特别的结实 而且品质还特别的好 对吧 那这个就是茶叶的一个包装啊 六味地黄丸是吗 是六味地黄丸吗 人家说品味人生 品味人生要吃六味地黄丸是吗 这有点搞笑了啊 好 然后这个是茶叶的包装啊 你看它里面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呢 它是一种草书 对吧 就写的特别的潦草 一般啊 如果说你没有对这种书法 或者草书有研究的话 像这种文字呢 你看不出它是什么字 就拿我说 我说吧 我也看不出来 它写的是啥 对吧 就只能猜什么铁观音 还是什么龙颈 对不对啊 就这个啊 直接猜这个像一个龙字 然后这个像个观字 观音的观 对不对啊 品味人生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茶叶的包装 那它呢 就是一个用线条装饰的 这么一个包装设计 线条构成的 说明它虚 没有喝不完的茶 说明你们爱喝茶呀 说明你们爱喝啊 这个是茶叶的一个包装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线条啊 我们讲了它的一个编排构成之后 它可以构成我们这个海报 我们看一下线条的一个作用 线条的作用 其实总结来说的话 它就是有这种分割 整合 或者是延导的一些作用 来引导 还有一个整合画面的一个作用 这是它整体的一些作用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条 第一个作用 首先它具有分割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 利用我们的一个参考线呢 你去把它 分成这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的 然后呢 你去把它的这个间隙给它保留下来 或者是你在它的上方呢 去给它画一些直线的这种小线条 白色的小线条 把你每一个格子给它分开 然后放上你这个图片 那它呢 就会像一个小箱子一样 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给你隔开了 把你这个人呢 或者是物品装在这个位置上 那它是具有分割作用的 在分割的同时 如果说不想让它太过于规整了 那你可以把这个格子呢 哎 有的变大一些 或者是有的颜色变成黑色 有的变成白色 让它的颜色以及大小呢 有一定的这种变化 那你的画面呢 会有一定的这种啊 领动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它是一个 也是格子 比左边大一些 那这个格子的话 它也是分成了 就是分割的一个作用啊 那它里边的这个形态呢 现在就差异性很大 对不对啊 差异性比较大 这个的话 它的形态 差不多是一个类型的 对吧 不能说一样 但是它是一个类型的 这里边的话 它有一些食物 还有一些比较虚的这种文字 看没有 这个文字啊 然后这边也是文字 产品和文字 进行了一个图文结合的一个 排报啊 这是分割作用啊 给它分开 分成了 62个格子 然后这这些呢 也是以起到的一个分割的作用 那你可以看一下 当前这个分割 它是啥呢 它在分成九光格的同时呢 它把每一个图片的这个角度呢 进行了一下旋转 或者是把它这个边呢 它本来是直的 对不对 给它做成了这种切切面 也就相当于 把你的这个方块呢 给它颠倒了一下这种角度 对不对 那颠倒了这个角度之后 它整体呢 看起来就会有一些节奏感 因为你前面看的这个 实在是太整齐了 对不对 很整齐 整齐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排版的时候 整齐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上下左右给它对齐了 对吧 兼具给它拉 拉得整整齐齐的 那这种整齐的效果呢 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种就是打乱它 或者是让它有一种 不秩序的完美呢 是就稍微有点难做到 或者是说 稍微难给它做的好看 平衡啊 这是比较难的 你要是说做的话 谁也可以做到啊 但是它 它的一个平衡性呢 是比那种整齐的效果 要难把控的 这个啊 就是给它把这个缝隙调一下 角度调一下 那么让它有一种 不规则的这种 分割的秩序美在里边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朋友圈也好 或者是微博也好 它里面的那种九宫格的一个图 把一张图片呢 分成九份啊 分成九份之后呢 按顺序给它发发上去 哎 九个图片 对不对 我们常常说的 哎呀 这个九宫格少了一个图片 就就会显得不舒服 强迫症 非得给它整一个九九张图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分割的一个效果啊 像这种分割效果的话 你可以在ps当中用那个切片工具啊 你给它切成九份 然后存储外部格式给它保存出去 那它呢 就可以保存出九张图片啊 就是直接按照顺序去给它发布就行了 一二三四五六八七八九 这样啊 然后这个是分割的一个效果 除了这些呢 还有其他的这种图片 比如说这种间距比较大的 你看啊 间距比较大的时候 它和间距比较小的时候 它又是一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比如说当前这种 你看 它的间距比较小的时候呢 哎 它是一条非常细长的这种线条 就是线的这种形态呢 是非常明确的 对不对 那当你的这个线 这个缝隙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这种线条的这个形态感呢 是越来越弱的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那种线条了 因为它这个间距很大 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没有连续的 对吧 它可以有这么一个视线的引导在里边 就空间嘛 给它拉开了 它是不规则 不连续的这么一条线条啊 它并不是像刚才那样特别的实 一条线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分割啊 把它分成九宫格的一种形式 只不过这个线条呢 会粗一些 然后这个图片呢 相对来说小一点 这个就是线条粗细的一个应用 对吧 线条粗细 然后还有一些长短 长短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 看没有 像这个文字里边 它有一些比较长的文字 那它在视觉上是一条直线 有这种短的 对吧 那再小一点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点元素了 对吧 那这个就是线条的粗细长短应用啊 然后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你看 线条的话 这个线呢 它不 不紧啊 不紧包含在我们这个 页面当中 它会有一个这种小框框 对吧 一般我们这个这种框呢 线条的这种线框 它是具有整合的一个作用在里边的 它会让你这个画面呢 看起来更加的 呃 有组合性 不会显得特别的零散 哎 这个是线框的一个作用啊 可以进行个整合 那你会发现在电商海报当中啊 或者是班那当中 有好多的那个产品呢 都会应用这种大的一个色块 或者是加上一个小线框 把你这个人物也好 文字也好 给它整合在一个局部 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的零散 所以说这个线条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整合作用在里面的 好 那这个里边的话 它的线条呢 它也就是这种虚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线条 排列的时候形成的这么一个线 或者是画面本身呢 它也会有一体有一些这种线条 以及我们这个背景当中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条线 这个线呢 它有一定的这种分割作用 对吧 分割开来 你的量 我的暗 就这么一个颜色 分割画面啊 效果 好 然后呢 还有我们这种线条啊 这个线的话 它是具有引导作用的 对吧 我们讲了分割了 它有分割的作用 可以把你的画面分开 对吧 还有一定的引导 像这个的话啊 我们先看这个这个这个线条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割作用的 因为你这个画面当中它有文字 对不对 你这个文字 如果说不去给它进行一个这种垂直线的一个分割的话 那你这个文字整体画面的看起来就会很乱啊 所以说它会有分割 但是这个线条上呢 它又会有这个手表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呢 给了我们一定的这种引导作用 因为这个产品 它都基本上是一个圆形的 或者是长长长方形的这种效果 对吧 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啊 就就眯着 假装把这个线条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呢 它多少是有一点乱的 就是不规则 那你给它加上这么几个等分的线条之后 哎 你的画面的规矩感觉呢 就一下子给它提升上来了 对吧 卡修手表啊 这个手表 能不能感受到 这个线条具有分割引导的作用 从上到下引导着我们去看这个线条 而且是给我们把画面呢 整合的特别的完整整齐 然后这个的话 它也是具有引导的一个作用的 这个小汽车 汽车排尾气 对吧 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那个尾气啊 但是它又有尾气的 从这个地方排出来之后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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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了对不对 那到这之后 它会影像你看什么呢 看向这么一个产品 这可能是一个汽车的产品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你就会看向它 就去了解它 了解完之后呢 哦 原来是为了让我看向它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文字编排呢 它编排成了一条线的形态 而且是S型这种蜿蜒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看到了这个产品 嗯都要是吧 都听 行这两节课大家都可以听啊 作业还没做是吧 一大微空气啊 在周六的时候 哎不是 周周五的时候 你就说我要第一个交作业 结果我今天去看作业的时候就一份 就一份啊 不是你教的 我就点了一个赞 对吧 教作业同学可以刷一个小数字啊 让我看一下你来了没有 真都是我呀 听着声音笑 是我是我啊 没有问题啊 来这个是引导作用 那除了这个海报当中啊 或者是这种排版文字排版当中 那我们还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种线条 就是不是那种具象的啊 它是有一点抽象那种线条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和这个的话 其实它是一 一点透视的这种 一点透视的一个 构图形式 那它里边呢 像这个啊 它上面这个建筑 它的 这个结构呢 其实就构成了一些这种小线条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摄影当中啊 有拍摄过的同学就是有没有经常去出去拍照片的 对吧 如果你拍过建筑物的话 那你会对这个建筑的一个线条感到会非常的敏感 对吧 那你就能够看到它有一些那种不连续的线条 或者是呃在炎炎之中啊 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联系的一些线条 对不对啊 啊这种啊 我没我没有群啊没有群 我怎么可能会有群呢 对不对啊 啊这个是建筑的一个线条 然后中间有个人 对吧 那这个人呢 刚好在我们这个消失点的旁边 对吧 那那我们再看向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你的线都有引导一个作用嘛 引导我们看这儿 那你自然而然的就能看到这个人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陌生的城市 哎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你要描描述的话 首先有火车对吧 哎火车 我和火车有个约会对吧 那这个火车 和他也是一个线条这种构成的 把一点通事消失在这个点 正好我这个头呢放到这儿 那你看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人对吧 或者是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之后 然后看到这个消失点 也会注意到这个线条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线条啊 当他不是一个非常具象的线条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引导线 用你的画面构成这种线条呢 去引导我们看向重要的这个部分 ok 吧这是我们的一个线条啊 然后除了这个线条之外呢 还会有这些啊 就比如说我们当前的这种海报当中 像这个海报的话 它是一种就是利用剪贴蒙版的那种形式呢 给它制作出来的 然后这里面这种放射状的一个形状呢 你可以用那个钢笔工就给它勾勒出来 因为像这个它并不是一个规则的 它是规则的有大有小对吧 那这个就属于一种放射性的线条 一般这种放射性的线条呢 它会有一个聚焦的作用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引导的作用了 因为它给你聚焦了 聚焦在中间 对不对 整体这样去放射 像一个烟花一样绽放开来 这个啊 然后看向中间的这个文字 你看是不是引导呀 引导作用 你把这些就是 你看到的这个海报当中啊 它们的一些构成手法 你给它琢磨明白了啊 其实你在做图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借鉴它去应用 都是可以的啊 还有这个 这个的话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面 看到没有 那这个大面 它挡住了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视觉 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它后方的东西 在这个上方呢 你是可以放一些主题文字的 然后它的线在哪呢 首先这个线条的话 有一个大大的黄色的面积 像这边走来倾斜的一个角度 对不对 就这个啊 给它搞过来了之后呢 它引导我们看向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有一些 灯笼 不是灯笼 这是啥 这是热气球啊 热气球 大大的灯笼 那这个里边会有一些这种线条 这个线条 它也是一种引导线 它会引导我们看向这个主要的人 对吧 同时这个小孩子 它还有一个手指着这边 你看这个手指的地方 它不就是一个动态上的那么一个引导线吗 也就算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一种引导线 确实嘛 之前搞的兼职却没人做兼职 我就给它撤了 我也搞过啊 来这边 因为同学弄了之后没人做啊 没人做兼职 你看 直接让我们看向这边 那这边的视野呢会比较开阔一些啊 然后这个地平线也是一条线条 对不对 就是都是由线啊 线构成的 其实这个里边的线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种构图形式了 构成 把构图 它属于一个对角线构图 对角线的一个构图啊 然后再从这个对角的一个角度呢 去延伸一些这种色块呀 线条呀 手呀 指示呀 对吧 指上我们看某些地方 还有像是这种的线 对吧 那这个呢 是一个圆形的这种线条 有粗细的一个变化 那当这些线条组合成一个圆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什么样呢 我们都说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对不对 互联网互联网 我们地球是圆的 我们这个网络呢 你在这头 我在这头 我们是可以联系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联系 那就说明我们是全球互联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这个圆形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连接的这种作用 连接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效果 线条 对不对 哎 引导 线条 从这头到这头 它好像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的话是纯文字啊 它你可以参考它的一个编排效果 文字并不是很多 如果给到你这么几个字 让你做一个海报 你是否能做出来 还是只有干巴巴的给它排三行 对不对 那像这个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给它把主标题放大 其他的呢 按照它90度的一个方向给它进行个平行的这么一个编排 那这个呢 是线条文字编排的话也是一种线条 这个也是一个线 把其他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点元素 把点元素啊 还有像我们当前的这个啊 这个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这么一个画面 那它里边的这个线条啊 它是由文字编排而成的 把就这么一条线 然后这样呢 好像是一个筷子一样给它夹着 对不对 把它夹起来像一个小面条一样 这就是线条啊 它的一个构成 你说这个画面干净吗 或者是单调吗 其实挺单调的 但是它就是由这个线条呢 就支撑着整个画面 对不对 线条支撑啊 然后这个的话 它也是有这种放射状的这种 就是旋转放射状的一个 那它呢 也是有一个聚焦的作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一个位置 对吧 然后它把我们聚焦了 而且这个面积特别的大 那你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条线给它引导过来 因为它这儿多出来了一个 弯曲的这个线条文字 它引导着我们去看向它 上下都是空的 留白特别的多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前啊 它的一个线条的一个 整体的应用啊 那这个线条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这个线框啊 它还会有一个约束与强调的 一个作用 线框呢 它约束强调 那你可以去把它当成是一种 嗯怎么说呢 嗯规范或者是强制的那种 给它放到一个画面当中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这个嘴唇的话 你可以看啊 当前它是一个背景偏白的 这么一个海报 对吧 那海报给它放上一个大大的嘴唇 其实它的四周会显得很单调 你不加这个线框的话 它是很单调的 那你加上这个框之后 它整体呢就会显得 哎 规整了 然后呢 上边也显得不那么的飘了 它看起来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场的一个效果在里边 对吧 产生一个场啊 就相当于产生一个框面 对吧 这是我地盘 我站了 对吧 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空啊 而且还约束了这个画面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线框的约束和强调啊 你可以再加一个整合啊 就加上之后 它就相当于把你画面整合了吗 看起来更加整齐归整一些 还有像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产品设计 对吧 产品设计这是什么呢 灯对不对 一个灯啊 那这个灯的话 它的中间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一些这种线框 有没有 这种小框框 这个框呢 把这个灯包裹住了 那它是有一个 呃 规整的这种作用在里边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约束的一个作用在里边 就整合在一起 约束它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三角形是我们前几年啊 就那个 电商 呃 做活动的时候 每逢就是有什么新势力周呀 或者每逢这个618 或者什么其他节日的时候 做的那些海报里边呢 又有很多这种三角的一个元素 首先这个三角的一个线条呢 它是具有稳定支撑的这么一个作用在里面的 因为三角形比较稳定嘛 比较牢固 呃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去把这个文字呢 哎 编排好之后给它加一个三角形 那它呢 也会有一个整合的作用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三角形去掉之后 它其实呢 就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居中式的排版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呃 特点在里边 对吧 那你跟它加上三角形之后 就瞬间这个画面呢 就一下子就蹦出来了 它就有了一个优点在里边 对吧 那它呢 就把你整整体的这个文字呢 在一个比较零碎的这种状态下 给它进行了一个整合 也就是把你文字呢 约束在这个三角形的结构当中 那它看起来就会整齐一点 对吧 这是一个线的元素啊 线元素的一个整合作用 还有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种衣柜或者是这个汽车 对吧 说到这个汽车 那我就想起来一件事 呃 像这种产品的设计呢 它的线条 线条的一个作用 其实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 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就比如说啊 每天我来上班的时候 我坐的是那个双层的那种公交车啊 我每天我坐在二层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前方有好多汽车 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的话 不会像男生一样啊 对那个汽车的车型呀 logo呀什么特别的了解 对不对 就像男生不了解我们这个口红的色号一样 那我看到那个汽车的时候 其实我在看呃大部分的车型的时候 它那个形形体 我如果说不去看logo的话 我是基本上分不清它是哪家的车的 但是唯独有一个汽车呢 是我能够根据它的一个车型 想象到它是哪个品牌的 就是那个特斯拉 呃如果说你 你有心去留意的话 你可以在 呃生活当中啊 你看一下 就那个在车海当中 就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车体的形态呢 它是非常流畅的一个线条 而且那个结构特征呢 它是非常有突出的一个特点的 所以说我我我对于那个车型的话是 看到它之后我就知道它是特斯拉了 对不对啊 啊这个车够古老了是吧 那不说这个车 你就看你现在生活当中的车啊 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受啊 可能是我对于这个车呢 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我对于这个车型看的时候 我是根据它整体的这个结构呢 去看的啊 才三四款车是吗 也就是说这个车的形 呃款式越多的话是越不好区分的 对不对啊 啊 哈哈 我没有我没有对这个车啊 太太过的去关注过 我只是根据它的一个logo去认它的一个车 但是这个车型的话是没有太多了解的 但是它那个流线真的挺好的 就特别的流畅那个线条 包括它这个后尾灯的那个地方 那个线条哎那怎么画的啊 就是特别流畅的一个小线条 就感觉很好 而且特别的干净整洁的一个车啊 好那我们就不说它的外形了 像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衣柜啊 大众的脸都一样啊 衣柜里边我们要分割对不对 就给它分割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进行一个空间的整合 对吧 约束它约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 那这个也是线条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家具当中的一个作用 单车还是跟汽车区别很大的 你这你这话说的等于没说 我也我也认识单车和汽车 是不是啊 啊这个车的话 它里边这个啊 这个线条的感觉呢 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 包括它这个 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地方 这种缝线 那这个是车的一些流线啊 线条 它其实也是 起到一个整合的一个作用 或者是功能区域分割的一个作用 你只认得特斯拉那个标是吗 回头你在车海当中去看一下啊 你可以就区分出来了 好 然后呢 还在我们这种海报当中啊 像我们这个线条 你看它这里边的线条 对吧 怎么去区分呢 首先这个文字啊 李宁 但是这个也不像啊 那刻 就这个字母当中 它是和这个人物呢 进行了一个穿插的一个效果 包括这个也是啊 它也是进行文字和图片人物进行穿插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先看左边这个啊 左边这张在进行穿插的时候 你还会注意到它的旁边呢 会有一些什么呢 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虚的小线条 你看 对不对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虚实的变化了 怎么说它的logo来自于相簿的内裤是吧 这也太形象了 好啊 那这个是虚实的一个线条啊 虚的线条呢 它会比较弱一些 实的线条会比较强烈一些 虚实的对比 然后这个虚的线条呢 它对我们整个画面呢 会有一定的这种整合约束的一个作用 显得规范了一些 整齐了一些 对吧 其实你不加它整个画面呢 也还行 它是一个对角线的构图 只不过你不加线条这一块和这一块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的 所以说加上这个线条之后 它会看起来 就怎么说呢 就整体看起来就会 多一些内容 丰富一些啊 单调又不是 空白那种感觉 然后背景上还会有一些这种 比较虚的这个线条 它是用色块给它进行区分的 你看 像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给它来这种具体的线条 那你可以用色块之间呢 给它堆出一些这种 引导的一些线条来 对吧 这个线啊 用色块之间给它堆叠出来的 那这个的话 这个线条呢 首先是在它的外框当中 这个外框呢 它给我们整个画面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整合的作用 像我们那个时代周刊啊 或者是中国地理 那个杂志 杂志周刊呢 它会有一个那个 那个外国的叫啥来着 是不是叫时代周刊啊 就它会有一个红色的边框 就那个红色的边框 特别的明显 在万千当中的这个杂志封面当中 就拖延而出了 因为它比较显眼 而且给整个封面呢 进行了一个整合 因为我们都知道杂志封面 它排版的时候 内容是非常多的 而且有的时候还特别的乱 所以说你给它整一个 大大的这种色块的一个框框 那它呢 就从视线当中啊 就可以一下子就跳脱出来 对不对 那它是有一个整合 聚焦的一个 也是有一个聚焦的作用在里面的啊 然后这里边这个人呢 它这个腿 你看它穿过来了 你要说这个腿不长 它能穿过来吗 对不对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小线条 包括这个板滑板对不对 它都是线条 还有这个手 你看他们这个手啊 就特别的微妙 这有一个空间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 然后下方呢 下方没有空间的地方 它是直接文字和这个人物 进行了一个堆叠穿插的一个效果 包括他们也会有个前后的空间对比 对不对 那就这个就是他们在拍照片的时候 或者是呃 那个干啥呢 就是给它进行人物组合的时候 人物组合 它会专门把文字的一个地方呢 给它留出来 就先规划好 然后怎么去给它贯穿 怎么去做 对吧 你看它是不是就有一个放射状的这个效果在里边呀 放射状啊 那整体呢 它也是一个聚焦式的一个构图 也就是定位式的构图 它是在中心位置上的 啊 定位 定位的话就是c位嘛 你的重要内容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其他这个呢 都是一些小装饰 有没有 线条的装饰 文字的装饰 文字装饰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线条 因为它比较小 而且还不太重要 呃 还有像这种的 你看这个 这个里边 它也是给这个中间的一个说不上来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码头 对不对 就是一个码头啊 这个是嘴巴 嗯 truth your color 就是选择你的颜色 然后这里边 它会有一些那个虚拟的这种线条 对吧 这种线条在里边 那这个线条呢 首先它背景是没有连贯起来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里边的 那这些都可以是一个线条 它有分割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分割 把左边暖色和右边的冷色进行了一个分割 然后它的这部分的话啊 外边它又多加了这么一个框框 那这个框的话 其实就是给它进行了一个整合呀 或者是约束的这么一个效果 啊 再者呢 就是给它添加一个装饰 线条 对吧 啊 没有别的了 就是装饰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有点空呀 那你直接给它摆一个大字 它多少看起来有点突兀 那你就直接给它整个线条 给它限制它一下 对吧 约束它一下 中间我啥也不添加 就让它留白 就让这个线条给它凸显出来 对吧 然后四周呢 给它写上一些这个颜色 呃 这个单词什么的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整合啊 然后这个呢 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割的一个效果在里边的 分割啊 然后这个线条呢 线条的周围它会有一些色框 这个色框呢 它就相当于把我们中间这些比较零碎的人物呢 给它整合了一下 就是约束限制了一下 约束在这个中间位置 让它显得不是那么的乱 有没有啊 就这种的啊 然后呢 这个在排版的时候 它是有大小的一个对比的 谁是主要的 谁是次要的 对吧 那我都去给它进行一个弱化 把主要的突出出来 然后这个色块在添加的时候 也是着重的去 在我们这个人物的地方呢 进行了一个添加 对不对 然后周围呢 有一个这种线条 而且这个线条 它有什么效果呢 它把这个人皮半了 对吧 一般我们在排版也好 或者是在排那种画册也好 我们都会在中间呢 有一个装钉线 装钉线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我们要避免你放一些大图 尤其是这种人物 你给它放中间之后 直接给它皮半了 那肯定效果是不好的 对不对 那像这个的话 它给它皮半了 那没事 因为在这个海报当中啊 它也不会进行一个折叠的效果 反而呢 你给它皮半了之后 它能够形成左右的一个对比 而且呢 有一个中线 它会 让我们这个眼睛呢 看的时候会有一种聚焦的一个效果 就这个线条啊 给它皮半了 对吧 对称的一种美在里边 然后左右两边呢 它在添加的时候 这边有点高 对吧 那这边呢 它会稍微的低一点 然后这边有点实 然后这边呢 就会相对来说虚一些啊 这个就是在编排的时候啊 你的一个嗯 节奏感的把控 虚实高低 胖瘦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画面具有节奏的 这就是它在编排的时候啊 像这种凌乱的 不规则的 它是比较难以实现平衡的 这是恶搞的 恶搞它也有规则呀 也有这种嗯 规律可循 对吧 那你在排的时候 可能就排的就是呃 很整齐或者是很乱 但是排不出它这种节奏出来 对不对 你在排版的时候 可以多方面去考虑啊 好 然后这个文字呢 就在这个地方进行穿插 其他的线条的话 可以把这个文字呢 当成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线条 对吧 然后这个线条的话 这个怎么说呢 它的画面特别的单调 单调到连衣服都不穿 对不对 是一个小孩子 胖嘟嘟的几个月 这不好说啊 那它里边的这个线条是完全在这个孩子身上的 孩子身上啊 你看它这个脚踝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不然它这个胖嘟嘟的这个 小腿上 还有这个屁股上对不对 都是一些这种小线条 那这个线条 它是不是让我们整体画面就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单调呀 那如果说这个大腿上什么也没有 就一个色块 那肯定是不好的 所以说这个线条它是一种结构线 结构线呢 它可以构成我们的画面 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的单调啊 还有像我们这种美妆的一个画面 这个线条在哪呢 这个线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大大的面 这个胳膊肘对吧 这怎么看着有点比例不太协调 就这么一个胳膊肘 然后呢 它这个手指啊 也是一种线条 可以引导我们去看向它这个手的地方 在画着这个睫毛呀 或者是眼线之类的 还有像我们这种封面 或者是海报 那这里边呢 它的线条的话 首先上边这个 它是用色块给它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小线条 然后下边呢 下边这个线的话 你可以找一下啊 就找的时候 这些蚊子都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条线 有这种水平的 也有这种倾斜的线条 再者呢 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去找一些线条 人物身上线条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鼻梁的高光 对吧 它是比较垂直的 啊 这么一个线条 引导引导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线条呢 它有的是一个框 啊 这种框框的一个线条 这个框的话 它又把这个文字呢 进行了格学术 也就相当于在众多的这个文字当中 有给它添加描边的 有给它添加外框的 对吧 那就把这些文字进行了不同的修饰 那如果说我都是用这个黑色的字去装饰它的话 那你的画面看起来就很死板 对不对啊 就算你再变换多一些的字体样式 我这个用颂体这个用黑体这个用手写体 就算你的样式再多也不能达到这么一个平衡或者是呃美的一个画面 所以说你对于这个文字的一些修饰呢 你可以尝试什么描边呀 给它加个外框 镂空的效果 再加一个黑色的字 压一下这个画面 对吧 那这个黑色的字 它是决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因为你上面这些文字 它的样式都已经很丰富了 你下边再丰富的话 那你的画面就真的很乱了 所以说在比较凌乱的这些当中呢 给它添加一个规矩的 去稳一下这个画面 那你的画面呢 就会看起来稳当一些 这就是节奏啊 利用这个线条 给你这个文字呢 去添加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好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线的一个应用啊 线的应用的话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设计海报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 你经常看到的这种应用的一个效果 多数还是在我们这个海报当中的啊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招聘海报缺人 对吧 哎这个缺人他这个缺字把这个人呢啊利用黄色的颜色给它区分出来了 那这个他其实也秀相当于一个线条的一个效果 就这种人啊 然后还有哪哪一些有线呢 你可以在这个画面当中去找一下这个线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对吧 它都有什么作用 首先这个缺人啊 四个角上有一个小框框 对吧 这是整合限制的一个作用 整合限制之后 那你这个字呢 你不需要给它放的特别大 给它添加一个框 它就会在画面当中很突出 就很突出了 这怎么还停留在那个胳膊上 咱回来啊 不要看胳膊了 我们看缺人好不好 我们看缺人 来这个字不需要给它调太大啊 只需要用这个小框框去给它约束一下 那你这个块面感呢 就出来了 主体物也就给它突出出来了 其他的线条呢 就在于这个每一个这个职位上 它是用黄色的色块呢 给它标注出来的 那它就在版面当中呢 形成了一条横线 它有一个就是强调的这么一个作用在里边 可以强调一下 什么网页设计是APP开发 开发工程师 IOS开发工程师 对吧 这些啊 然后这些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不连续的那种线条 对吧 你可以用眼睛瞇着去看 它其实是连成了一条线 左侧呢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连成一个线条 啊 包括这个装饰都是线条 这个放大镜里边也是线条 对吧 线条 这个线条的话 它就是起到一定的这种装饰作用了啊 然后在这里边呢 这里边它的一个线的话 它非常的明显啊 要么就是这个黄的 要么就是这个黑的 对吧 这些都是一个等线的这种矩形色块 这都是线条 每一个线条里边呢 它会藏着一个人 这个人的话 这个鼻子 对吧 鼻子上的这个线条 它又产生了一个断断续续的这种不连续的一个效果 那就容易让你产生一定的这种联想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鼻子 嘴巴也是个线条 法令纹 这是法令纹 还是什么这个纹 对吧 啊 就它嘴巴旁边的那个啊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话 这个线并不是明显了 在这一块啊 这一块它会有一个这种线条 你会发现啊 它这个特别的细节 细节到什么程度呢 你有没有隐隐于悦悦感觉到 这个地方 它镂空的地方 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小线条呀 你看一下啊 我画的这条线 看 从上到下镂空的地方 能不能感受到 啊 这线条 排版啊 就是对起之后 它形成了这种连续的一个线条 包括这个地方 你看 这是不连续的一个线条 很整齐啊 左边是左边 右边是右边 这是大空气 你跑气是吗 不 这就是它的一个怎么说呢 呃 也可以说大空气啊 就是透气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呼吸感 好 那这个是线啊 在海报当中的一些应用 包括我们在文字排版当中 文字排版的话 其实这种效果呢 它就是一个透视的一个效果 透视线嘛 对不对 有引导的一个作用 引导我们看向这边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张力在里边 就是你的画面看起来 呃 节奏感也好 或者是它的一个 收缩的张力 是很强烈的 因为它这个透视角度很大 近大远小嘛 近大远小 对不对 呃 这个是它的一个线条 然后其他这个文字呢 从上到下边排的 这些都是线 只不过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有大有小 有粗有线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从这儿到这儿是一条线 那这个线呢 它在这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V字形 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引导我们看向中间这个文字 啊 引导线 那这个线的话 不光是画面版面当中的这个深微啊 这个V字里儿 还有呢 就像我们这个文字里边 这里边也是有线条装饰的 啊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CATSBY啊 这么一个单层 它里边呢 还会有这种装饰的一些线条 这个线条呢 让它整体的这个文字呢 会有一定的一种体积感在里边 虽然说它的透视不准确 或者是呃 立体效果呢 也不是非常准确 也不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形态相符 但是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厚重一些啊 有立体的一个效果在里边 对吧 那这个就是线条的一个装饰性啊 或者是 它的一个整合性啊 让它看起来在整个版面当中呢 更加的有力量一些 还有像我们当前的这种 这个画面的话 像它里边 呃 这个线条呢 你可以去找这种具体的线 嗯 中括号 对不对 中括号 具体的一个线 也可以去它 在它这里边啊 找它的一个 隐藏的线 隐藏的线就是 从上到下 它的一个阅读顺序 对吧 你从这儿看向这儿再看向这儿 因为它都是聚中对齐的 聚中对齐它就明明之中就会形成一条引导线啊 那就可以引导我们去看了 包括这个装饰装饰的这个小花纹图片 它也是有线条的 那这个线条它 给这个画面呢增添了一点灵动的感觉 更加灵动一些 如果就是干巴巴的一束花直叉叉的出来这个地方 那你的画面也会显得断掉 所以说我们在选配图的时候 你也可以选这种灵动的效果 要不为什么说现在有好的那种插花的一个设计师呢 就针对于这种装饰品 给它插花插的特别的呃 灵动不规则 或者是长短粗细 有质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也算是一种装饰啊 陈列设计师 他可以去做的一些内容 还有像这个 这个的话 它是左边对齐的啊 左边对齐它的线呢 就是每一个板块 它都会形成一个线段 就是线条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去把它拆分出来 就单个的 它是一条一条线 如果整体去看的话 它其实就可以组合成一个面了 就这种面的感觉 这个面我们下节课再讲啊 然后这个区域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里边 它的线条呢 就是这个产品 一个两个三个小麦穗 对吧 这些都可以把它拆分出线条来 那这个就讲究一个什么呢 产品的摆放了 因为你的产品摆放 产品它是细长的 它是一个线条 对不对 线条的话 你给它干巴巴的竖着放 放的特别整齐 那你这个画面呢 是非常整齐的 没有那种灵动 活泼的感觉啊 啊 或者是不规则的感觉 那你看一下 人家这个产品 放的时候 七仰八叉的 也不规则 但是呢 它看起来就是角度呀 哪儿哪儿的 这个装饰 见缝插针啊 也不让它空着 就就有一种那种 比较活泼呀 或者凌乱的 那种美在里边 对吧 这是线条啊 就是你把产品 当成是一条线的时候 让它呢 错落有致 高低不同 角度也不同 哎 这样的一个排版形式 那你的画面看起来肯定比那种整齐规范的要领动一些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当前啊 这个画面当中的线 呃 在这个里边呢 它还会有一些 小的这种线条 这个是一个分割 板块分割 上下啊 分割的一个线 然后这个线呢 它是有一个延导的这种作用在里边的 啊 引导这 对吧 拐弯了 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了 对不对 它添加这个延导线的一个作用是啥呢 你看啊 如果说我不添加 我就给它去掉 那其实 其实这个区域呢 它是比较空的 也就相当于 你不添加线 那那你就得把这个字呢 你给它往下挪一挪 稍微放大一点 或者是把这个圆形呢 你给它往上挪一挪 让这个地方不要太空 对吧 但是它加上这条线之后呢 这个区域 它弥补了这个空间了 而且呢 线条细细的也不会说很突出 哎 那就看起来就整个画面呢 就会很和喜啊 还有像这个618年终大错 乐想不停 只送不满 对吧 那这个它其实也就是居正对齐的一个引导线 从上到下看过来 还有像啥呢 还有像这种 这种小线条 这个线条呢 它是一种氛围的一种装饰线 或者是一个放射的这种线条 放射线啊 哎 定不住了吗 放射线的话 它会有一种紧张的那种 节奏感在里边 因为放射的那种东西 这种聚焦的东西 它看时间久了之后 它看到有点眼晕 对吧 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在里边 或者是有一种动态的这种感觉在里边 对吧 那618本身是一个特别喜庆呀 或者搞活动的这么一个日子 就对于商家来说 它是搞促销的 对吧 那不得喜庆一点吗 欢快一点 所以说这种线条 它是有动感在里边的 有节奏感在里边 再添加上一些点的这种装饰 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这个文字呢 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线条 这个线条呢 就相当于是上下的一个衔接了 上下衔接 因为你这个地方啊 就特别大 戛然而止 接着这个画面之后呢 都是白白的色块 那看起来呢 就是衔接起来有点生硬 那你可以直接给它来一个这种 装饰性的这种小文字 给它往这一添加 衔接下面 也就起到一个分割线吧 就是分割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哎有个分割线 来给它打一下 上下分割 对吧 那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上下分割的同时 让它有一个衔接在里边 就很自然的一个效果啊 线条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是线条 它是一个上下产品的分割 分割啊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可能会看差行呀 或者是对不起的时候 对吧 你就不知道哪是哪了 所以说这个是起到一个分割的作用的 嗯 然后是天上下来一根光线啊 这么一个垂直的线条 对吧 垂直的线条垂下来引导我们去看向中间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道路两旁的这个线条消失于一点 一点透视对吧 也是引导我们看向中间的这个文字信息 然后呢 这个光点向四周发射的一种光线呢 它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哎 你也可以看到这儿对吧 也可以看到这里 啊 就是会有一个引导啊 在里面 好 那这个是当前这个线条 嗯 还有像这些 像这个的话 你看啊 S型的一个构图 像这种S型构图呢 在编排的时候 是产品比较多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的一种构图形式 你就拿我们这个产品来说 嗯 嗯 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菜吧 什么 酸香烤鱼 香辣烤鱼 什么什么烤鱼 对吧 众多的这个鱼 那你去给它区分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给它用这种 呃S型的一种形式去给它编排 哎 如果说你的盘子再是圆形的话 那那整体的这个构图呢 它就非常的完美了 中间呢 再给它添加上一些弯曲的 这个S型的线条的文字 对吧 哎 看着很不错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线条啊 线条 它是和画面进行的一个结合 然后这个线条的话 就是一个轮廓线嘛 这种 然后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 这你要说盘子吧 它也不像盘子啊 它里边也会有这种线条 它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聚焦嘛 引导 月饼 对吧 看了半天啊 这是月饼 然后这是一个芦荟啊 芦荟 呃 什么城 丰 田 这看不出来这个字啊 可以放大看一下 清城 蓝田 是不是和 啊 DIY的一个 公寓 啊 卖房子的 我看了半天是卖房子的 那么它是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么一个啊 中秋节了 对吧 做一个中秋节海报 线条 领导 线条 这个文字 那它这个线条很明显 那你看的时候就直接看到它了 对 清城蓝田啊 然后这里边它也是有一些线条的 而且这个线条呢 啊 也就是一个装饰 这个是装饰啊 这个是引导 我们看这边 然后其他这个大大的色块啊 它也是一个贯穿横向的一个线条 包括这个文字 是吧 那就是线条啊 还有这个包包上 这个它也是一种线 就是你和产品上的这个线条呢 也可以去结合一下 还有的这个线条呢 其实比没有要好很多 因为它这个颜色和背景的颜色是相互应的 对吧 那这是我们线条啊 它整体的一个应用 好 那我们本节课呢 就结束了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 就是线的编盘工程 线的作用 以及线的应用 作用的话 啊 分割 对吧 分割引导 还有整合 限制 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应用的话 你就按着它 什么去应用呢 按着这种方式去应用啊 应用的话 就直接是 要么是实线 要么是虚线 要么就是一个空间虚线 就是那种不连续的那种线条 然后呢 就是这种曲线 或者是直线 你可以用一个 弧线呀 回旋线呀 水平线呀 垂直线 斜线 这样去装饰你的画面 再者呢 就是在进行变化的时候 可以粗细变化 方向变化 以及长段变化 虚实变化 你可以再加一个虚实啊 虚实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前 这个线的编盘构成啊 在构成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式 还没有听够是吗 那明天接着来听 行不行 或者是你还想听啥 我再讲一讲 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啊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我们可以再问一下 摸油的话 我就去转回 忘了我们明天再继续 有问题 那就问一下 有问题可以问一问啊 我是哪里人 这个不是课程当中的问题啊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北方人 北方的 飘向北方 山东的呀 不是山东的 你只能说是河 河西还是河南 完了 对吧 我是不是以山来分的 我是以河来分的 行了 那我今天呢 就到这里了啊 没有其他课程相关的问题 我就下播了啊 没听过 听见没 听见没是啥意思啊 告诉大家 我是地球人 我真的说过 我是地球人 结果我都被 被吐槽 吐槽死了 说说谁不是地球人 难道你是火星来的 好 行 那我去传回放了啊 同学们 这是线 下节课呢 我们来讲这个面啊 点线面 拜拜了 同学们 敲一敲下课的小铃 同学们 其力 再见了 拜拜 拜拜